這個氣根一定要貼在那個樹幹上面 蘭嶼鄉長江多利在蘭嶼氣象站的森林裡 教小朋友如何種植蝴蝶藍的幼苗 蘭嶼是台灣白花原生蝴蝶藍的原鄉之一 而且氣候條件適合種植 台東縣政府領悟處於是在當地種一顆顆 蝴蝶藍植株要進行原生富裕工作 從一九五二到一九五三年 台灣原生種白花蝴蝶藍 連續兩年獲得國際藍獎冠軍之後 成為享譽國際的有名蘭花 不過台灣原生種白花蝴蝶藍 卻常年遭到爛採 就算在原生地幾乎已經絕跡 蘭嶼鄉長也談起小時候 看到商人向黨族人收購蝴蝶藍的回憶 我記得我們這邊的有一些公務人員 應該是大部分都是那些老鵝 那些老鵝 就是請我們當地的一些鄉民 用馬袋一袋一袋的 就是賣給這些人 當時我們小朋友覺得說 這個蝴蝶藍被你們拿去了 我們就感覺不出來說 它的珍貴在哪裡 前台東縣農業改良廠課長羅盛賢表示 蘭嶼原生蝴蝶藍 之所以在山林絕跡 主要是人為爛採 因此富裕時先種植在看得見 但採不到的地方 並且透過部落居民的參與 讓民眾了解蝴蝶藍的價值 希望未來蘭嶼能重現蝴蝶藍 在森林中綻放的景象 成為道道地地 擁有蘭花的島嶼 接著小民大森小人台東縣農業 採訪我到